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大家有一分钟分享 什么叫一分钟分享 就是不要来就大家要开始开工 有点让在一起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是远端工作 大家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需要先破冰一下 破冰就是说一分钟分享 就是讲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 我觉得有些同学会迟到 所以我打算一分钟也讲一下 做我一分钟的分享 但是我都不跟大家一分钟 因为你们全部讲完 我们大概也进下课了 那一分钟就是说 我的今天的一分钟分享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部署长 我最近就讲了非常多的 就参加了非常多人工智慧的讨论 然后上大礼拜的中文里面有主持一个论坛 是简宏老师跟陈宏 还有张建平他们一起的论坛 那是讲AI对社会面的充集 那在这些讨论之后 第一个我要第一个要分享的是 我做这么多演讲 包括效果还要去天下 你们今天这一堂课是我 大概当目前为止觉得最紧张的 因为我们昨天就一直都非常坦克 所以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那第二个是我一直在做这些Prompt 跟AI就是跟确GPT对话的事 我想问一下你们大家都有用过确GPT吗 可以举个手有用过的 确GPT对话这个就是然后学怎么Prompt这些过程 我就发现其实对我来说没那么难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很像在跟一个工程师讲话 怎么说呢 因为我先生是一个coding40年的 就是他已经写code写了40年的工程师 那我跟他讲话 我刚跟他结婚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会有很多误解 譬如说像这个请你出门买10个包子 然后看到买西瓜的买一个 请问他会买几个回来 他会买几个包子回来 他会买几个包子几个西瓜回来 但如果他看到西瓜有靠几个包子 就是 然后他会买一个包子回来 所以我贴这个在脸书上的时候 所有的就是这些写code朋友都跟我说 就是 就是这样啊 就是看到买西瓜他就应该买一个包子 是你没讲清楚 但是你觉得太太会这样吗 太太当然是找房子一看 然后所以我就发现 我跟确的GPP对话过程其实也是像这样 就是你需要把你的这个泡沫越来越精确 我觉得确的GPP应该会让所有的人类的脑袋 越来越趋近这个写程式人的脑袋 那所以可能大家 我通我其实过去常常扮演那个工程师的 这恋爱资商的角色 要告诉他们说怎么跟非工程师的伴侣相处 那我觉得未来应该工程师的感情生活会越来越顺利 那接下来呢分享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今天要讲的就是 道的治理的部分 那治理的部分呢 不牵涉到这个 就是说不直接去讲你要怎么写code 而是讲你要写什么 你的机制要怎么设计 然后你才能够决定你的code 要怎么写 那刚刚在跟Noah讲的时候 我们去讨论 我其实有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去跟大家 大家沟通说这件事很重要 那我想到的一个就是忠心的体会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教育不太希望 就是说不太去培养大家成为制定规则的一个参与者 就是说大家并不去制定规则 那大家比较习惯于比如说宝博来说我们要怎么期末考考什么 然后我们要分属要怎么分 然后我们期末评良要怎么做专案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都是别人都定好了 我们就只要遵守就好了 那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当未来你们到产业里面的时候 大家都习惯说好国外的标准定好了 那国外的就是说那我们就去follow这个标准 那所以你就大家就只能变成当跟随的人 但是在目前我觉得因为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他们其实是已经变成产业标准的 产业的规则跟标准的制定者 那规则跟制定这规则的制定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牵涉到你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主要的特别 那讲得更直白一点 如果你只会写code的 就是就拿不到太多股票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说怎么去做决策的这件事情 那这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例子 是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刀 它是一个用就是用道的方式来做这个争端解决 它是一个道的法庭 那道的法庭它你想想必它会需要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规则 计则定来说这些Jury就是这些陪审员 他怎么去做决定 那你把这些东西送进来的时候要怎么做决定 那所以其实所有的code都是变积在已经大家先谈好的规则上的 那这个规则要怎么产生呢 那现在回过头来 我今天要讲的其实是大家有在Juice的Clack里面吧 那大家知道这个Clack里面在一起的channel 三个以上channel的人请举手 都只有在一个channel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好谢谢点 其实你们D4应该会加入至少三个到三个channel吧 好像有Render, Self-Introduction跟General 这三个应该是你一加进来就会把它加进去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堂课的Zack 那实际上整个Juice的Clack的channel应该有很期待的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上面 所以在这样一个 那有人知道现在Juice的Clack里面有多少人吗 你们有没有人要现在找一下 有手机在手机在手上吗 整个Zack的channel里面 Juice的Clack有多少人 有没有人可以找一下回答我 要看哪里了 1万2千 525 是的 你看哪里 这1万多人他们怎么去做决定 他们做不做决定 这1万多人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互相认识 互相认识也没见过面 所以我今天要讨论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Juice这样的社群到底是长怎么样 然后他是怎么去做一些决定的 那他的规则是什么 那我其实最后很希望 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 怎么样协助G01这一个 那个就是旧时代的Web3 2.5之前的社群能够进化到链上 或是进化到一个用比较简单的code 来解决一些治理机制的这件事情 那G01的参与者常说 G01是大草原 就没有围墙 大家都可以进去 那其实在座各位也都应该已经加入STAC 那同时你也认同里面的 你可以走进来 你可以随时走出去 各位比较不幸的是在这个月 这个学期结束前 你们可能还不太能够自然走进去 觉得有点抱歉这样 那其实我另外 我一个朋友 就是他在早上当的义时 他听了我的有一些简介之后 他忽然恍然大悟跟我说 其实如果你只有30秒可以跟人家介绍军营的话 你应该用Pokemon的概念 有人有玩过这个吗 Pokemon 军营 没有人玩过 完了这个真的相当不同 当然没关系 但是总之它就是一个你在线上可以纠团打怪的概念 那你想象吧 你其实可以在这一万多人里面 你可以在General发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样 这个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有亲身经历吧 Nova是怎么深度参与军营的呢 就是他去年7月的时候 他就在General发一个问题说 他去美国参加了一个Bunding the Comments的会议 然后他觉得这个概念很好 他想要带来台湾 然后这时候 Innerville看到有人站在坑的旁边 就非常自然用力 而说其实你可以先去写配 就把他自己吹下去 所以Nova想要在GinB打一个在web3的怪 那他就在上面找到了队友 那他们也去讨论了怎么打 所以其实GinB是一个旧款打怪的平台 我们也鼓励大家 包括从国中生到高中生大学生 然后分之非常资深的网路界的前辈 大家都在这边跨联名 跨场域 跨Domain Knowledge的一起来打怪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台湾非常独特的一点 那我今天早上才 我今天早上才跟哈佛大学孔男从孔院士 他是资工界的大前辈的 他就说他最近期中考 出了一个期中考出个题目 然后给确实GinB做以后确实GinB得到70% 那他就觉得他傻了 他就超惨 他就整份题目只好重出 然后他就觉得现在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书了 因为学生也非常清楚说 其实如果要学写Code 其实不需要到他的课堂上来 那所以他已经交过了10年了 该怎么教你不知道 那好的是说我们今天提供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看到的 那怎么打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常常心里面从小到大心理想的一个社群或是一个组织架构 有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奇妙的想象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 他就是非常有清楚的分工跟界限 比如说月亮就是在天上 然后人就是在地下 中间就有些月亮在天空 然后在上面可能有什么希腊诸神这样的 这是很久以前的人的世界观 那有些人到G&B来他就会想象说G&B也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主要的八号施令叫大家做事的人 比如说Easeville是所谓揪松团的团长或是轮支主席 所以他就可以号令这一万两千人去做什么事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那比如说Noah是Dolio的发起人 那他就可以动员这个Dolio里面现在多少人 就几百人 几百人好几百人也很多啦 当然动员是几百人去做事 但其实也没有 那去里比较像非江提这个状况 你如果去黑客松的话 就看到大家三餐两两吃东西的吃东西 讨论的讨论 那有些人就边讨论边写靠文 那就非常的自在 是说没有坐在地上 我们通常都在中原人籍公所里面 那呈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娜期的状态 那什么叫安娜期呢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安娜期 不知道安娜期的军事 安娜期就是无政府组织 就是说没有一个中心化的组织 那就是一个团体 但是没有一个中心 或者说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 一群人里面没有一个领导的职织 就是非常的这个 就是权力非常的奔散 或说根本不知道谁有那个 叫大家做什么事的这个权力跟结构 那如果是这样 安娜期的极致就是非常混乱的状态 大家可以想到说 如果没有规则 没有这个有人扮警察的话 是不是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混乱 那为什么GV社群里面好像没有 GV社群里面不太有人在 捐额会贴一些奇怪的贴文 怪怪的贴文或是怪怪的图片 为什么呢 你们不会想要在那边贴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分享就是或是有趣的我不要讲奇怪 有趣的这个各种图案 我们等下可以取一个例子 那GV这个社群 从2012年的第一次第零次黑客送到现在 就是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上次更新时间是3月28号 这个是一个网站上的一标板 他就会自动每天自动更新 那他的SAC参与者 这边的记录是12589 我有问过为什么会数字跟GV不太一样 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 但是相差大概就几十这样 那频道有814个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去探索这个SAC上 你所不知道的频道 那大松迪安有890几个 那我们办过下个月会办第56次的黑客送 在4月8号的时候在中文院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议 那Github里面的专案有459个 但实际上你这个更多 因为有一些专案是他不放在GV的Github里面 他们就各自会放在自己的账号里面 但是都会分享出来这样子 那原则上都是开源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群 但是开放的社群就会有一些风险 然后也会有一些界限 比如说如果社群有人对别人不礼貌才能办 那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才不会去侵犯到别人的智慧 才能去这些 那这个时候就要回来问说 那GV成立有一个法律依据吗 有没有 发觉会不会有 有没有就不应该有 要不要有 第一个事实上有没有 觉得有的请留守 觉得没有的请留守 都有你觉得没有 答案是没有 大家就是集会结设 甚至也这个宪法的保障权利 甚至也不需要事先申请 就是我说要去开黑客送大家就来 就是当时高粮商说要办黑客送大家就来 所以社群是非常自然的有机的行程的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利用的人体 那是非法团体吗 我觉得比较是就是一群人 那它是流动的 那它有很多的累积和文件 原始码和文件 那这些原始码和文件 它都是透过open source的社群 授权和CC的授权去做累积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持续的使用 然后另外就是它其实是有一套协作的方法在 那这套协作的方法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我们等他要讲 那另外就是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网络 在那里你会认识很多做连结的人 就是你可能去到那里就看到旁边 坐在旁边吃东西之类的 然后或是看到某位你的资工系的大学长 坐在那里回答一个小白的问题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去到那里 都会变得非常的友善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群的 气场和规则的结果的一个融合 那回过头来 那这些人到底怎么去凝聚在一起 其实还是有一些规则跟文件 那一个最根本的文件 叫做临时政府宣言 那这个临时政府宣言呢 是大概2013年的时候的朝日 然后2019年的时候有一些修订 那现在的版本简要来说是这样 就是我们来自四方多中心运作 自己打造自己共建文化 实践公民参与创造改变 重点这个画 红笔画重言 成果开放取之开源用之开源 然后很欢乐也想改变这一状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社群的讨论 如果有任何争议的话 大家最后都会回到宣言来 再读一遍 然后看在宣言里面去找线索 说这样的规定应该要怎么被 这样的争议应该要怎么被解决 那我想问一下 这边有人不知道开源是什么吗 知道开源是什么 可以有人有读过GPL license的吗 有没有人读过 没有 但是知道GPL license这件事吗 知道 知道你如果用了GPL的程式码的话 你要负担什么义务吗 知不知道 有没有先问有人用吗 你写的扣在里面有人用到GPL吗 没有 这边都没有 你们以后去工作一定会用到的 反正不知道 我跟你说 因为现在一大堆 台湾一大堆公司都来用 那 好 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 不讨论GPL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开源 我不需要解释开源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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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群里面 它在治理的环节上是怎么支撑的 首先 首先第一个 要规定的是 你工作的成果跟产出是要怎么去分一下 那当然 有一个可能是你做完之后就送给大家用 好 那就可能public domain的或CCB 那也有可能大家会选用不同的license 比如说像是MIT或是APA器授权 然后比如说像是有些他扣人可能他用GPL的授权 总之第一件事你在你的工作的版面上面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你要决定你要用什么授权 那授权这件事情决定了别人怎么跟你参与 这是一个就是同步认知上同步的规定 那不然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大家一起做做做做到最后你说 那这个idea是我的 刚刚他们扣的也是我写的 那结果是我的 但是问题是有人参与了很多讨论 他给了很多意见 他可能也 他可能没有真的去完成那个code 但是你要说这里面没有他的智慧才能在里面吗 恐怕是不不不当的 所以协作的规则的第一环其实就是你就是这个授权的选择 那GPL社群的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大家用CC授权 或是自由软体授 Oversource的社群来定义你的工作的成果 让更多人可以持续去用 这样子才会有刚刚说的这些累积的部分 所以他的一个基础是工作的一个基础是CC授权 开放原始码授权 还有你用的这些data的授权 那开放资料这件事情在未来AI的就是不是未来AI 是现在AI的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要 因为哪些data可以用而没有争论 哪些data其实你想用就用了 但是可能会有未来会有很简单的风险在 这是蛮难的一件事 那再来就是说成员这个就没有 就是大家都是没有人嘛 所以没有人资格不服 什么人都可以来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就现在有一万两千多人 那再来就是组织 组织怎么做呢 你想象的可能是我们一般在基金会里面 会有这一种东西 就是他会有 或者是公司里面会有这种东西 会有个股东大会 那股东会选董事长 董事会 董事会会去选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 那他们会去任命委任总经理 那这一个经营团队 包括可能总经理 然后部门的副总 他们就会在各会去找各 就是设立各不同的部门去分工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井然有趣的状态 那可能每个人就是固定做某件事情 比如说把务部门 那我可能进去公司我就是做把务 把务的事情 我也不会去管产品研发 把务的产品研发 那这是传统者组织的做法 但是呢 我刚刚有讲到 G01就是一个安大期的状态 就是一个没有这种固定式分工的状态 那怎么办呢 他的状态比较像是这样 就是他就是有很多大家小有圈圈 你可以想像这个每一个圈圈里面 都是有某些事某些人在一起做某些事 那他们会有一些分工 比如说呢 会有食物组 食物组是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小组 因为他就是要帮大家挑说你这次黑色妆想吃 那比如说去台南就可以吃这个卤面 粽子 韵米 什么你想吃 那去台中可能就一定会有太阳 那红色其实他也有可能像COVAX这个专案 他们就做事实查核的工作 然后到Zero或是The Good Class 我们今天我们来测展这一个课程 这场课程的这些人也是其中的全权跟工作小组 那G01其实就是这些大大小小 很多不同的工作小组组成的 那他之间的人员有可能是重复的 那每一个工作人员里面他们的互动怎么办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因为你知道军医社群里面大部分都是职工 我们其实职工的整个一万两千人里面职工只有三名 就是专门在做军医社群的事情的职工只有step 只有三位 那事情到底怎么运作 Broni有位资认参与者他就说 我们其实是佛系黑客生 就是没有人险后 没有人测试 没有人附属 没有人营运 但是食物到了自然就会运作 这个就是刚刚讲为什么食物很重要 就是食物让大家觉得开心 开心你就会去险后 然后开心就会有人去测试 然后开心就会有人去deport 然后就会有人去营运 这个就是一个佛系黑客生的状态 但是这个有点靠缘分 就是这种态度就有点靠缘分 如果你很想要某些事发生的话 你就不能靠缘分而已 这就像找你朋友一样 就是说如果你要靠缘分 那就正正只能慢慢等 但是如果你想要非常希望的缘分可以发生的话 其实你可以做一些事 比如说 G&V的 就是有参与者他们就开启健身 然后改变双头的样子 然后参加交易网站 然后就非常顺利了 我们在一年内就结婚了 你现在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缘分也不能光等 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些事 来让这个缘分发生 那缘分怎么发生 有一些做法 另外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没有规则的 你来到黑客生的场域 其实是有一些规则要遵守的 这个叫做code of conduct 那包括说在G&V的snack里面 也有这些规则是你必须遵守的 那活动守则里面就是说 大家都要就是简单讲 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理会者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G&V社群里面 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件事 那要讲到细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在G&V上面 可以看到一个 一大类叫做governance 这个G&V社群治理目录 那它里面就详列了各个不同专案 他们各自的不同的治理的方式 那所以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这个各个不同专案里面 他们是怎么去做治理的 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好好的 那如果大家谈不懂的话 那我做决定我负责 那其他不想做决定 你不想要follow这个决定的明白 不想要怎么办 吵架的明白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好我们一起做一个专案 做着做的已经做了四五个月了 最后呢就是说到要发布之前你说我不行 我我们对这个发布的日期要吃 平常还是要吃里面 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时候 那要怎么办 你觉得要怎么办 其实要有这个就是open source的社群的做法是这样 那你就fork嘛 好 你就另外去开一个版 就另外fork出去一份嘛 好 那本来是简单讲 本来是一个compute 那你就会变成两个坑 一个坑会变两个坑嘛 那可能一个坑他又吃披萨 另外一个坑他就吃鱼 那之所以可以这么做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他是open source的license 所以他fork 你如果是proprietary的license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只好有点痛苦的不知道 可能就要找一下被去扛到你这个legal opinion 然后考虑要怎么解决上法院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open source的这个机制 其实是很多钱人智慧的结晶 减少了很多律师的工作 那好 虽然业务越少 但是呢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比较有效率的做法 所以fork是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征担解决的机制 那回过头来这个其实就是 现在最新版的codeoconda 那我其实有点想要念一下 就是我只想念前面一下 G01参与者应该共同致力于提供一个 友善且无骚扰的环境给每一位参与者 无论其性别倾向年纪生理 身心理状态外貌族群信仰政治立场或技术很好 那在任何社群线上线下活动使用 还有影射性暴力歧视的原因以及意向 包括在黑客松研讨会讲座工作方聚会 社群媒体聊天室等场域 甚至圆马或各类文件中都是不恰当的 那如果是违反守则 管理员或坑主应当且有权骚 驱离违反守则者 其他参与者亦得主动制止其骚人 或不恰当的行为 那任何参与者皆没有责任 对任何遭驱离者已投入的金钱资源 例如报名费捐款 做成退还或滚偿 奖者赞助者贡献者 与坑主等角色亦为参与者亦 所以这些角色也要同样的时候 大家都要遵守这个规定 那后面就有一些骚扰的样态这样 这件事情是大家非常遵守的 你看据你很赞 好像很赞 其实没有那么赞 这是上上礼拜才发生的是 在slack里面 大家现在到g0d-slack的channel 还可以看到这段讨论 哲伟是一个参与者 他提议要删除特定的emoji 那这个emoji长怎么样子呢 他就是一个人的女性 就是一个小女性 然后他一直在做这个甩奶的动作 那他理由是这个emoji有涉及身体部位 会造成骚扰的感受 那所以他就附上我刚刚念的这个守折的文字 那g0d-slack 那g0d-slack 这个有一群管理员 所以呢 这个群管理员 就在这个里面去做讨论 那里面hlb 我们这位布丁大大 就说这个完全同意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应该要知会谁谁谁谁 这个家的人 因为其实你在圣群里面做什么动作 他们都是公开的 我会被制造 那之后根据这个 就是原来这个slack的管理的规定 就是3月10号如果有人提议 然后没有人 管理员里面没有人反对的话 他就会形成赞同的意见 然后管理员就会去执行 这个就是一个 违反行为守责的这个处理的规定 那后来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新的 就是还有在讨论另外一个这个emoji 那这个emoji呢 就是笔中指 那就笔中指这个就比较好像比较含糊一点 没有那么多人赞同 你看下面这个有 这个后面这边有12个按加一这样 那就表示说有12个赞成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再看一下 你看GinB的这个 他有一个网域 GinB.4加点 那其实他的网域申请有一些规范在 那这个也是GinB网域的这个参与者 就是说网域的管理员他们讨论制定出来的 那就是说你要符合公民科技 开放资料 然后要是open source的授权 授权或是cc的授权 然后要符合code of conduct行为守则的规定 那这个也是一个局限 那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去中心到多中心 你可以看到今天好像一万两千多人 但其实里面大概可能有几百个小的group 他们会各自做一些决定 那在互动上呢 其实GinB的他们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去年前年开始做一个影响力的评顾的调查 发现大家参与者认为GinB的关键字是 谐弱开源跨界行动 所以这几样加起来呢 就是这个开源跨界和行动 那大家愿意做的这个一些心法 不用那么硬性规定写下来的规则是这样 一个是尊重现实全球解放 就是因为你可能是中途参与某一个专案的人 请你注重人家已经完成的事情 然后再一起找 让这件事变得更好的做法 那另外一个是尽早释出 经常释出 这个其实是从open source社群里面 搬过来的一个做法 这是就是英文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那你的版本虽然不完美 但是你释出之后 可能就有好心的大家 有什么神愿之类的愿意来帮你送配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空话少说放马过来 就是不要只是讨论 而是我们把一些就是把code写出来 把文件写出来 把讨论记录下来 那最后是众文知识 众文处知 这是公理精神的展现 那最后呢 嗯 好 后面这个我就不再讲了 那最后 其实这是一个自由平等社群的社群 那所以所有人都有参与或不参与的自己群权 所有人都可以视为同等 他非计个人生来的和地位的差别 考虑每个人对专案做出的贡献 那我们有多么重视自由和平等为权利 我们有义务社群精神去尊重他人 要多么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